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听恐惧险和七里殿警察所长 吹嘘了击毙于震海的详细经过 看来震海同志的不幸牺牲 是确定无疑了 金牙三子到哪儿去了 没有他的消息 敌人也没有提到过 估计他们是走散了 萧雪同志 在我们找到金牙三子下落之前 关于震海同志的生死问题 恐怕我们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老丁 你立刻连夜下山 到七里殿去找兴盛客栈掌柜 和镇里殿了解情况 用清事情的真实过程 和金牙三子的下落 好 那我现在就出发 争取明天夜里赶回来汇报情况 好 那我也先走了 孔家父子盯得很紧 归去办了我怕有麻烦 有事 你找老丁 不要轻易冒险 以免暴露你的身份 事关紧要 我才不得不亲自上山 以后一定注意 事实上 我已经叫老丁悄悄地去七里殿了 不过老丁去也好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这样处理很好 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真实的情报 你们分头下山 好 关于镇海的事 我希望暂时保密 不要让我桃子妹知道 敌人到处张贴不告 甚至悬头失重 恐怕也保不住什么密了 我建议 如果镇海同志真的牺牲了 我们应该正面告诉桃子 这个不幸的噩耗 接受他参加中国共产党 继承革命烈士的一致 继续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 萧雪同志 你得到确切消息以后 让老碧同志浩儿 带些香和纸回娘家去一趟 陪着桃子到池松坡 给镇海上个分 玉珊 今晚你到桃花沟去 见你姨和你姨父 好让他们也有个思想准备 好 妈的 我今晚就去孔家镇 亲属杀了孔居选 革命还没有成功 我们必须要努力 二位住宿吃饭 可有干净房间 僻静一些 好说话睡觉 有 按官府规矩 得上册登记 先看房间 再登记上册也不迟 掌柜的 我们兄弟远道而来 走累了 想赶紧的上康休息 好 里边请 里边请 二位请 老客贵姓啊 家住何处 从哪来 到哪去啊 别害怕 我们不伤害老百姓 告诉我 余阵海在哪 爷们 让我全家性命吧 我全家老小 担待不起啊 这不得了 那个叫 余阵海的好汉 一枪打死了 瘸腿 公压嗓子 他一边打枪 一边喊叫 就冲出门去了 留在小屋里的 那位兄弟 急得也追了出去 我心里害怕 来也拦不住他 眼睁睁看着他 追出门去 救余阵海去了 后来听说 警察打死了余阵海 他们乐得 争功邀赏 也就顾不得 回来再折腾了 到了半夜 余阵海那个兄弟 悄悄跳墙 回客栈来找我 他说 他的兄弟 被警察给打死了 头被官府给割走了 宝石荒野 他把无头尸首 藏在小河边的树林里 他求我 给他兄弟买口博冠 他掏出了三块钱 连夜就奔烟台去了 人现在埋在什么地方 进棺材了吗 老哥 不瞒你说 我胆小怕事 家里有老有小 怎么敢替共产党收事啊 再说 这三块钱 也买不来一口薄冠呢 我这个穷店家 补贴不起 这个原封不动 你老收下吧 小啰嗦 我问你 现在尸首到底在哪 在镇外河边 那个小树林里 没人敢动 我相信你的话 这样 你带我们去小树林 不敢 饶我全家性命吧 你别废话 走 跟我们走 在哪 就在那 你走吧 小林 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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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朱瑟同志脱不开身 让我代表教统特委 和教统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 向我们英雄的战友与郑海同志 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郑海同志短暂的一生 是苦难的中国人民反抗觉醒的典型代表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 将革命进行刀断 让海同志安心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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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会为你报仇的 姐 桃子 你怎么来了 你一回来呀 爹妈不知道高欣萍啥样呢 妈 浩儿 明天是清明 上分的香和纸都买好了吗 都买好了放在家里呢 姐 谢谢你 我公爹走的时候留下话 不让晚辈烧香烧纸钱的 头一个清明 让他们父子俩在地下安心吧 浩儿 地下安心 他们爷儿俩 姐 你在说什么 妈 你没跟桃子讲吗 妈 妈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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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闺女 妈一直没敢跟你说呀 你是个硬朗的孩子 你要记得住啊 桃子 妹 桃子 妈 桃子 桃子 妈 妈的亲鬼女啊 妈 人还不在 我 不在也见不到她了 我该怎么办呢 妈 妈 你们 你们把我这海弄哪去了 桃子 还我这海 妹妹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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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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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经受了那么多的不幸和磨难 他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来承受啊 陶瓷 事前没有告诉你 是怕你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 朱子和特伟的同志们 以及其他见过面和没有见过面的同志们 都在打听你 问候你 他们托我带话给你 别感到孤单 大家都和你在一起 陈海也可以放心地走了 仙子哥 不要难过 也不用安慰我 自从嫁给陈海之后 直到他是共产党元旗 我就准备好兴许这一天 陈海常跟我说 没有人流血牺牲 穷人永远抬不起头 翻不了身 流血牺牲并不稀罕 那是咱共产党员的本分啊 所以 仙子哥 你不用担心我 我懂得这个道理 放心吧 陶瓷 妹说得对 没有流血牺牲 革命就是空话 也永远不可能成功 我们要把眼泪 变成仇恨的力量 向敌人讨还血债 为烈士报仇 仲子 你现在三婶回去 我和桃子还有事要商量 一会儿我送她回来 好 婶 走吧 陶瓷 咱们到那边走走 仙子哥 什么事啊 陶瓷 同志 祝贺你 特为研究了你的入党深情 和你在对敌斗争中的表现 决定 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谢谢 谢谢党组织信得过我 党是信任你的 希望你能像镇海那样 成为一个好党员 你像吩咐镇海那样吩咐我 我什么都能做的 党组织决定 由你担任秘密联络工作 直接受赤子的领导和指挥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和秘密的任务 希望你能够协助特委完成 什么任务 你说吧 我刚才接到朱子同志的来信 特委原定 在阴历三月初九的夜里 在三半石村召开 党的各地负责同志的会议 因为 情况突然发生变故 为防止意外 决定将会议地址 改在桃花口村外的 北石屋鸽子堂内 希望你协助会晤 和警戒工作 我尽力 可是山都又脏又冷的 还是到我们家去吧 我们也考虑过这个方案 但是不愿意连累你们全家 仙子哥 你要这么说 我爹妈和姐妹会生气的 你说同志们大老远来 连口热汤热水都喝不上 我们全家会过不去的 大家吃点骨头没关系 重要的是保证会议的安全 仙子哥 你不用担心 我们桃花沟没有以孔家走狗 都是善良厚道的穷苦庄家人 我爹妈更是自己人 虽然 真还没了 可我还是共产党员呢 你放心的 让同志们都来吧 桃子 我不是不放心你们家 好吧 那就在你们家吧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准备 保证同志们开好会 好 走吧 同志们 我们开会了 今天这个会议 各县 以及一些地区 都有人来参加 敌人内部的党组织 这些没来参加的代表 特为指定 由我来传达会议精神 现在 请朱子同志讲话 同志们 咱们交东党组织 有了很大的发展 各级县委 区委 支部小组 都分布在广大的城镇 乡村 山区海岸 以及敌人内部 这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同志们艰苦奋斗的结果 最近 各地都有英勇牺牲的党员和群众 孔志红 于振凯 张凤子等同志 以及于是张老人 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我们向这些革命烈士 致敬 同志们 我们的中央红军 在南方的根据地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但是 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中央红军 已在去年秋天 撤离了中央苏区根据地 向西北地区战略转移 最近 我们交通特委与省委 也失去了联系 我们已经派人 到济南和青岛等地 去寻找 因此 目前我们对中央和省委的 指示精神 还不够清楚 但是 我们共产党人是职业革命者 一刻也不能停止 对敌人的斗争 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区 和环境 都知道 交通人民的生活 太苦了 而反农派的统治 太残暴了 因此 我们的武装暴动 必须抓紧时间进行 同志们 究竟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举行武装暴动 这是非常重大的决定 必须进行周密的考证 和精心的策划 不能草率 莫撞 特别请大家来商量 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 我能必须这么做 好办法 来 大伙都歇会吧 来来来 吃点东西 姨 牛娜这么好吃的 给大家吃 咱家能有什么好吃的呀 来 大家都尝尝 来 大家尝尝 来 吃点吃点 来 尝尝 咱们山里啊 没什么好吃的 来来来 这个在山里啊 就算是好东西了 金贵着呢 来 来 好吃 又脆又香 三十 您自家做菜 都舍不得放油 还用油 给我们炸面包吃 你放在眼睛上 仔细瞅瞅 这是哪家的面包啊 这是放油 放残的额子 宝贝啊 我知道它的金贵 小时候啊 我放跑了一只额子 我爹啊 就撵在我后面 直打我屁股 这个呀 是出过仔的额子 没什么用了 你们呀 就放宽心的吃吧 多吃点啊 大家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赶紧尝 我吃吃 吃 姐 咱村在这深山老林子里 露斗石头又多 都这么晚了 不会有人来了吧 想睡觉了 不是 可是瞌睡虫 老往里钻呢 刚才让你回你不回 现在够着磨叽 我回去 来个老狼把你叼走 我上哪儿去找我二姐去 去 你看 那边 是不是有个人 是有人 快 赶快走 快 二妹 哥 神光半夜的 你来干什么 怎么 大半夜还洗衣服呢 我跟妈上山下地的劳作 哪像你啊 钱庄那主事那么清闲 怎么着 又派你来说个事啊 二妹 你别刺我 我是你哥啊 我也是端人家的饭碗 白天站柜台 夜黑了关了门板才能回家啊 我也难呀我 上次为了救你 我去求孔老爷 费尽了心机 结果还好心得不到好报 你把我骂成软骨头不说 回家妈还打了我 把我赶出了家门 提起这事我就伤心了 咱们毕竟是亲骨肉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不这不都是为了家里好吗 如今 你不听哥的劝告 震海 唠着今天这么个下场 脑袋让人挂在城墙上 多寒心呢 依我看啊 你也别太死心眼 带着个闺女手一辈子火垮 不值得 倒不如 你胡说什么 小心烂你舌头 你别急 我是为你好 我怕你后半辈子不好过 我好我坏关你什么事 打快回你孔家镇去吧 你也赶我走 奇怪啊 莫非咱们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家没你 你不能回去 这是我自己家 谁不让我回去 让开 你站住 让开 你不能回去 你别跟着我 站住 你干什么你 你给我站住 你干什么你 妈 看我去了 还有媳妇人呢 妈 你回来干什么 我回来看您和爹 还没牵着呢 我爹呢 你又欺负你妹了 你是哥 从小就欺负他们姐妹 我怎么欺负二妹呢 我看他可怜 我用不着你可怜 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桃子去 回屋哄孩子睡觉去 哎 夏军 姐 开会的人都疏散走了 屋里院里我也都收拾过了 爹还在西山口 放上没回来 姐 站住 妈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 我 妈 你还在生我的气呢 我是看 就要春天大忙了 爹要上山放残 你要下地干活 我想回家来住几天 帮您做事还不成啊 你还知道惦记着爹妈 我 算你有良心 想你也是吃过酒饭回来的 妈这儿啊 也没什么东西好伺候你的 你还是先回东屋睡觉去吧 不 我爹呢 是在家呢 还是有上山守残呢 半夜三更的 找你爹干什么 你还是回屋睡觉去吧 去 我 爹在北屋睡觉呢 爸 我跟他说说话去 他不在家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爹到底上哪儿了 西山窝盆来 谁知道呢 跟我办了几句嘴 闷着头就出门了 妈 您拿着 我找他去 你 小子 找我干什么 爹 你还回来干什么 有本事你别回来 满山遍野当夜游神 三天两头都跟我吵 看我不顺眼呢 死外头别回来了 你 你好个球啊 难道老子还怕你不成吗 捅破天扎破地 这个家还得姓张 想干老子出门门都没有 骂骂的 母鸡打鸣日出西山 爹 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都是这穷闹的 半夜还不安上 爹 您苦了半辈子 儿子没尽到小心 真是觉得对不住二老子 你少说这些 自己享福去 我 把苦难留给爹妈 倒很轻定去 爹 您别生我的气了 我挣这俩钱 还不是为了发家致富好 回来孝敬父母吗 若不为这 我早就回来帮爹妈干活了 家再穷 当儿子也不会嫌弃是不是 不是我 那 那 到东屋去睡吧 还要是我亲妹子疼我啊 我一个人在外面 端人家的饭碗 看人家的脸色 不容易不会 人啊 不管是穷是富 都得走正路 自个儿的脚步 旁人看得最清楚 想出人头地 发家致富 也不能做出 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我怎么不走正路了 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我这不全都是为了家里好吗 你们呢 要是早听我的话 我妹夫于震海 至于这么年轻轻 就丧命了 震海是让官府和财主们害死的 他死得露怜 死得刚烈 有咱穷人的骨气 我半点都不会后悔 你以后不要再提正海的名字 你不配 我 我得罪谁了我 你们这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冤枉我 你谁都没有得罪 你得罪的是自己的良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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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什么声音 来人哪 来人哪 正要禀告老爷 又不敢贸然打扰 谁在胡闹 什么人敢跑到我后院里胡闹 回老爷 别人谁敢呢 就是赤松坡救老爷于之善 和他那泼妇儿媳妇 一路拉扯着进来了 要让老爷平礼 问拦都拦不住啊 这些土鳖东西 吃饱了撑的话 他们嚷嚷什么 回老爷 于令辉的媳妇说 他男人被石江玉不明不白给打死了 救老爷给他儿子治了口棺材 小的呀 让他男人缺了腿都塞不进去 那棺材薄的 只能用绳子绑了才能抬到坟头 一句话 公爹啊 抠门到家了 这还不算 区政府给发了一百块钱抚恤费 救老爷非借了九十块 如今干脆翻脸不认账了 去 让他们偷偷滚出去 走 你给我走 你放手 平妹里去 没见过你这么欺负人的 老娘 老娘 我赶紧拼了 我赶紧拼了 我赶紧拼的老东西你 还不放手 再胡闹下去 我让警察局把你们抓起来 哥呀 整个小坡夫翻脸不认爹 我一手操办了令辉的丧事 可是一片好心才满 你好心你 你黑心你 你儿子生前就让人家把腿给打瘸了 死了你都不让他把腿伸直了 弯着腿去见阎王爷 你这都是你当地的好心的你 啊 放 我掉东西 放屁 人都死了 管他腿完腿势干什么 芷珊 你少说两句嘛 这不诚心让人耻笑吗 你是个年过半百的长辈 跟小辈闹成什么样子 你不就想扣几个钱吗 令辉媳妇 你尽快抄我要 你想想 令辉是你的男人 也是他爹的亲儿子 是于震海杀了他 共产党才是你们的敌人 要找他们去算账 不要为了一点钱财 自家人伤了何气 关管家 在 到钱柜上为我的外孙媳妇 取一百块献大羊 酒饭伺候 好嘞 走吧 真有 芷珊 给我来一下 等着我收拾你 哥 没生兄弟的气吧 我哪有那么多的气好生啊 你这个猪脑袋 就不能装点别的什么 对 哥说的对 我真是猪脑袋 糊涂死了 如今世道啊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那是要吃大亏的 是 想方设法 弄几个钱好办 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不除掉 你我都别想发大财 原来的也保不住 还得把脑袋赔进去 你想把你的钱带进棺材里去啊 哥 你一提共产党这三个字 我浑身发冷啊 哎哟 哥 我听说 南方的共产党被国军打散了 于震海也成了刀下之鬼 这共产党他不敢露头 还闹什么呀 哥 把石匠的小媳妇也给杀了吧 这个烈娘们 邪乎着呢 你不懂官场规矩 桃子是翠女他哥杨庚新出面 妥威海特区的孙专员才保释出狱的 燕子正爱不过专员的面子 石匠媳妇又死顶住没有口供 咱们的证据又不足 只好松口放人呗 如今他男人已死了 还有个吃奶的孩子 我谅他也不敢再出来祸害 再说 他哥张金贵已经上了我的沟 会有结果的 翠女这颗小白菜也给共产党办事 他 贱贵 贱贵 爹 我 我 金棍儿 妈妈的 贱贱贱贱贱了 ün 您这是怎么了 也兔子 也兔子啃的 也兔子 也兔子啃肱的脑袋 他不怕人 这还不清楚吗 前半截是梦 后半截是兔子啃我 爹 我没听说过兔子啃着脑袋 我就听说过那个鬼剃头 这些年里在外面 全糊涂了 你看我这头 就是让兔子啃的 有人说 让兔子啃了有福气 这纯粹是扯淡 有钱人不睡窝巴 那兔子能跑到家里去砍他 再说 兔子还不吃油水 财主们一个个肥头大耳 兔子还不稀罕 咱们这些穷苦干巴人 他把咱们当冻地瓜砍 三哥 你在跟谁说话呢 桂园啊 下来抽大烟再走吧 这是我儿子金棍 金棍啊 你啥时候回来的 昨日晚上 桂园叔您砍柴去了 哎呦 哎大侄的 有空到我们家里去坐一下 刚烧了一锅高粱酒 纯纯的 不了 我呀 受不了那味儿太冲了 用罐东春楼的 哎 嘿 嘿三哥 你也不到我家里坐了 你嫌弃我了 哎呀 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我不能白喝你酒 哦三哥 你怎么也存起心眼来了 跟前就戳了一个羊儿子 说话间就要开大门面喽 你就是坐柜台的掌柜的喽 怎么哭起穷来了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借钱的 只求有那么一天呐 你不要贪恋东春楼的杨慈悲 忘了我们这粗泥碗喽 金棍啊 你这身打扮 跟你爹在残场里很扎眼的 回家来一步好好歇歇 哎呀 这也是你干的吗 快点回家享福去吧 嗨 我也干不了什么 我就看看 看看这风景 好 我走了 慢走啊 慢走啊 哎 你洋气 跟你兔爹一块上山 先寒酸是不是 谁请你来了 逛你的公园母园去吧 喂 爹 那我也没说什么嘛 我不是那意思我 那什么意思啊 你把你爹当傻子了 混账小子 出去这么多年 好的没学到 回到家里 大头大脑 洋腔洋调 没个正经 你混你 哎呀 爹 我是在外面待久了 回家有些不习惯 所以才忘了些 乡间俗套吗我 我问你 昨日晚上 咱家怎么说 昨日下晚夜过啥 那不是会说吗 你嫌老的寒酸 老的还嫌你丢脸呢 骂骂的 我 我 爹 爹 实话跟您说了吧 我看您 在这么白天黑夜地忙我 我真的不落人哪我 我已经决定了 把我在济南存的钱 全部都提出来 给您老制一块山栏 我呢 也不在外面干了 您老看行吗 我妈的意思 让你早点回来 免得跟孔家学一声坏 爹妈的主意对啊 上次 我回来挨了妈的打骂 我背的脸哭过 我心里讲 爹妈怎么那么无情无义啊 郑达老爷去他了 这黑心的孔孝才 他才是天底下最无情无义的人呢 就是他 让我去劝我二妹招供 让我告共产党的命 说是有重赏 爹 我也真是怕咱家遭殃 我想用点钱 能养活爹妈还有全家 而且我也不知道 那共产党的是好是坏啊 所以 我才上了他们的当啊 爹 我真的后悔死了我 我才觉得 我没练回来见你了我 不过爹您放心 我现在已经猛然醒悟了 我知道 共产党 那穷人的大救星 大好人哪 咱不能坏了人家 是吧爹 爹 爹 您头儿又流血了 兔子都欺负人 你这儿 这儿 您头儿儿兔子都欺负人 这样啊 我啊 您包在一下吧 啊 忍心点啊 爹 等我发了财 我把咱全家都接到城里去 咱们不在这重山沟里待了 你想怎么发财 博人骗人 但宁可饿死 也不能这么干 爹 我怎么能干那样的坏事呢 我要那么干 我不成了那黑心烂肺的恐袖才了吗 我 爹 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 我也希望穷人能够翻身过好日子 爹 您要是不相信您儿子 您拿一把刀捅死我得了 我 我死了也比对不起爹妈强 儿子 坐下 哎 爹 您坐 您坐 抽烟 儿啊 你是爹妈心上的一块病 爹从小疼你 就是为了让你给咱老张家 利门虎接香火 过丰衣足食的日子 这次你回来心眼不正 你妈打你赶你 你觉得爹妈无情无义 你毕竟是你妈 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你妈为你哭过多少次 爹 还是错了 还是知罪 知道错了就好 以前的事不提了 爹啊 也是糊涂过的人 打送你二妹 嫁到赤松坡石匠家 你二妹弄上革命 你爹啊 才慢慢看出点苗头来 财主不义 世道不公 穷人太穷了 也该起来套个公平了 爹 共产党这么好 我也想参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